竹书纪年是盗墓贼挖出的真历史梦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观和战国时期魏国史观所做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该书译称几种纪年和古文纪年 其成书年代大概是在史记之前的两百年左右 当时秦始皇焚书六国史书殆尽 直到晋五帝司马炎太康二年 有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了一部 不知道是魏湘王还是魏安黎王的魏国古墓 这才使这本书重见天日 由于不准盗墓的时候 用部分竹简点火照明 造成了一些内容的缺失 司马炎下令整理编辑余下的竹简 整理后共计十三篇 叙述夏 商 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 暗年鞭刺 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念 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念 至魏湘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简年分为古本和金本两个体系 古本为吉义本 其既是起于下代 终于公元前299年 无规则的体力 金本既是起于皇帝 终于魏湘王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296年 有较为完整的体力 竹简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 未经情火的编年通史 但它在宋时历经散意后 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其实 按照这本书的价值 其在史学界的地位 也应该是极高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本书一直以来 不被我们史学界所认可 甚至历朝历代的史学家 都对其嗤之以鼻 认为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证书 在其中所记载的一些内容 实在过于奇异 甚至有很多是与传统的史记 所背离的 有一些甚至颠覆了 我们的历史观 按理说 这部史书比史记还要早200年 叙述的历史也基本连贯 应该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 那么 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呢 原因很简单 这部史书里记载的所谓历史 有很多地方不同于史记 甚至部分内容 用一个词来形容 最为贴切 大逆不道 因此 在我国古代 这本书一直被列为禁书 甚至遭到人为的散议 那么 书中究竟记录了哪些毁三观的言论呢 下面 我们挑选几处 分享给大家 一 这里说 古代圣王尧顺之间的善让 竟然是政变 而不是儒家所称赞的德智天下 任人为贤 那么 这段历史究竟是如何的呢 以现在的资料 已无从考证 毕竟 从商代有甲骨文出现开始 才算进入信世时代 商之前的历史 都只能算是传说时代 但是 根据后世的一些技术 我们可以推测一二 王莽代汉 汉县帝善让给曹丕 曹焕善让给司马延 这些还算温和一点 虽然强迫善位 但好在没有见血 前朝帝王皇帝还能苟延残喘 南朝的宋旗良辰 善让之后的前朝末代皇帝 无一幸免 皇族尽知也遭屠戮 甚至于连传位给儿子的内善 宋高宗赵构 清高宗乾隆 也都是心不甘情不愿 只是迫于一些压力 或是自己许过的诺言 才勉强善让地位给儿子 就这样 当上太上皇之后 还要继续把持朝政 抓紧权力不放 无一例外的或许只有唐瑞宗李旦了 他早就被七妈武则天 杀子杀女杀孙的举动吓怕了 然后哥哥李贤 居然又被自己的结发妻子和亲生女儿毒死了 这一幕幕血腥的权力争斗 早就让他对地位失去了兴趣 因此 他高高兴兴地传位给儿子 不再过问正事 由后世的善让可见 这种模式 如果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 完全就是伴随着绝对的权势与武力压迫而进行的 所以 顺取代遥 有很大的可能 也是这种模式 有人会说 上古时代民风淳朴和后世不一样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我们可以认为 文明是在不断进化的 如果后世的人做不到 如毛隐穴的原始人 怎么能做到呢 中间突然就出现了几个能做到的圣王的可能性 也不会很大 二 顺即位后清洗政敌 杀掉了姚的几名心腹 并污蔑对方 称之为四兄 这里面就有大禹的父亲 滚 于是 大禹暗中积蓄力量 居下地抗击顺 击败顺之后 将其流放仓无致死 大禹死后 儿子起即位 博弈密谋篡位 被起杀死 同上 这又是一个颠覆善让的记录 不过 和顺带遥相比 更为合理了 毕竟 顺杀了大遥的父亲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个时候的人 还没有被改良后的儒家思想所左右 做不到姬少那样 父亲姬康被司马炎杀了 自己还以死效忠司马炎的儿子 连孔子都说 以执抱怨 以德报德 大禹起兵报仇血恨 理所应当 至于之后说 他想传位给自己的助手薄弈 结果被起夺去了王位 相比之下 薄弈密谋篡位 被起杀死 似乎更让人信服 赵匡印是五人篡位登基的 因此 他登基之后 最为防范的就是五人权力过大 如果大禹的天下是夺来的 那么他肯定会选择儿子做继承人 三 伊尹放太甲于铜 银乃自立 既即位于太甲七年 太甲前出自铜 杀伊尹 乃立其子一致 一份 命负其负之田窄 而中分之 这与我们熟知的历史 也有了很大的出入 我们听到的历史 都是以太甲行为不检点 没有人均该有的样子 于是 伊尹将太甲流放到同宫回过 等他改过自新后 又重新迎回来当大王 而 竹书纪念中的记载 完全反过来了 伊尹篡位自立 太甲前逃回来后 夺位成功 杀了伊尹 这如果是真的 那么 又一位古代先贤 就跌落神坛了 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呢 根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 伊尹在整个商代 一直备受推崇 也有伊尹放逐太甲 有赢回的记录 似乎正式的记载 更为让人信服 但是 伊尹是辅佐商汤的开国第一功臣 如果全盘否定伊尹 太甲的爷爷商汤也会受影响 所以 伪尊者会 太甲很有可能是秘密处死伊尹 而对外宣称 是伊尹赢回的自己 这样也就解释得通 竹书纪念中记载的 太甲杀了伊尹 但是却没有杀他的儿子们 而且 依然任用伊尹的儿子们 还将伊尹的家产分给了他们 或许 太甲这么做 无非是想把伊尹当成个牌坊而已 让后世的臣子们 学习他们想象中的贤臣伊尹 这样就与甲骨文上的记载 也不矛盾了 以上的分析都是我们的推测 但也说明了 竹书纪年的记载 虽然荒诞不经 三观尽毁 但细想之下 却又合情合理 此外 这本书对于商代世系的记载 与近代才出土的甲骨文中的记载 基本相同 比实际更为准确 也就更增加了其可靠性 而这本书遭到封禁的原因 也正在于此 它的部分内容颠覆了儒家学说 所描绘的《易干圣人》和《善让志》 以及由这些圣人善让 所得出的《得治天下》的结论 而它的真实性 可靠性 又是如此之高 一旦广为流传 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因为 古代的统治者要靠儒家学说来维持政权的稳固 封建官僚们是由于儒家学说的考试而选拔出来的 二者作为既得利益者 又享有话语权 因此 竹书纪年也就就此淹没 尤其是在宋代 成诸礼学占据正统 竹书纪年这种斜端一说 一定是打击毁灭的首要对象 因此 因此 在这样一个文化发达 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年代 这本书竟然莫名其妙地 再次失散了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竹书纪年 也是经过后世几次散逸后整理而成的 能有本来面貌的几成 已经不可而知了 或许 原书的记载更加害人听闻 说到这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质疑 自己所熟知的历史的真实性了 近代思想家胡适说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 我们怀疑历史是正确的 但不能彻底否定 那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了 先写孟子也曾经说过 尽信书 则不如无数 这里 孟子并不是主张无数 而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尽信书 对于历史 我们要带着一问阅读 进行独立的思考分析 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历史 探究存疑的记载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 既而乐在其中 不能自拔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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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